看一下要怎么样来做一个slider 有时候我们在app里面 你会发现有很多icon 或者是有很多照片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就先展示一下 怎么样做很多张图片的一个slider 然后我首先先画了一个长方形 然后我为了要repeat 我就可以去repeat grid 然后我就让它往旁边一直拖拉 一共四张好了 然后同时教大家怎么样 很快速的把照片全部丢进来 因为他们现在全部都是同样的size 然后我这边刚好有准备了四张图 然后我就这样子丢进来 你会发现每一张图都对应一个长方形 然后就好好的把它带进来了 然后现在我有四张图之后 我这个时候可以ungroup OK好那我现在有四张图吗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可以group起来啦 OK好group起来之后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东西 这个叫scrollgroups 就是讲说如果你选了这个scrollgroup呢 你就可以看到在那个animation这样子 做那个scroll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horizontal 不是不是那个vertical好 所以horizontal scroll你会发现到出界的全部都没有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效果是怎样的 好所以效果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拖拉 可是这样子的拖拉其实不是非常的好 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看这边有一个白色 其实它的这张图应该是要从这边我外面这边出界 然后呢来到最后的时候它应该要有一个白色的gap才对 它这边完全没有gap OK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在旁边做这些调整呢 所以首先我们回到来 这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拉这样子 拉这样子会怎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拉这样的意思就是讲可以了 它可以从那边出去 可是这边这边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来再做多一点点事情 好在这里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这个右手边 我们来看一下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Responsive resize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啊 啊可以了 我double click之后呢我就可以勾这个padding padding是什么意思 padding就是讲说在这个group里面的上下左右都可以加margin 好那我决定要加35好了 所以呢第一个是top 第二个是I think is left 好我就加35 第三是这个是right OK然后这个是bottom 然后还有再来left我也加35 所以你会发现喔35够不够啊 OK35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加我再加一个到37够不够 还是不够38 因为我要它刚刚好就是跟这里贴合 所以apparently不太够放40 OK40就够了齁 所以这里也要放40 让它们两边平衡 所以你会发现两边都有加了这个白就是空间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试试看好了 好所以呢这样子 最后还有这样子就刚刚好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的slider 还蛮容易的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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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